其中最大的苦主 應該就算是柯文哲 因為在賴清德宣布參選之後 柯文哲自己也知道 他說他叫做差不多被邊緣化了 他自己已經認知到 他被邊緣化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民調 為什麼他被邊緣化 在從TFS民調 汪中時民調 到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當中 如果民進黨出現的是賴清德的話 國民黨推最強的韓國瑜的話 柯文哲分別只拿到24% 18.6% 也拿到24% 所以他的這個支持度很明顯的 至少少了5到6% 就直接硬生生的被瓜分了 這在國民兩黨都派出 最強候選人的前提之下 柯文哲的空間 似乎是變得非常的小 他自己知道被邊緣化 而且他自己在選戰的操作上面 包括訪美的行程當中 有很多失言的部分 可能對他的基本盤的支持度 也算是重傷 他在美國的一場演講 對於同婚公投這件事情 說他投下反對票 他說我投反對你 反對票反對你 但是我還是允許你上街去遊行 這個等於是得罪了 很多支持同婚的年輕人 因為柯文哲的最堅實的支持者 就是在年輕族群 他對於同婚公投的這個發言 對於年輕族群來說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失言 所以他不斷的解釋 從講了這一次的話之後 在臉書上面解釋 其實在媒體上面還親自出面 都在解釋他的發言的意思 包括他說他的演講發言不精準 那他要再說一次 他說原意不是說他自己投了反對票 也不是說他有權力允許集會遊行 是表達雖然公投結果 大部分民眾對個議題不贊成 但是大部分的民眾不會去干擾遊行 他講他自己就好了 還要講大部分的民眾 他今天更進一步的說 這個我講的我是指的是大部分的民眾 是指的是台北市民講的不是他自己 這一再的改口恐怕對於這個傷害 是已經沒有辦法挽回 柯文哲的這個一直被邊緣化 是代表他的個人的特質 一直被蓋過去了 也就是說他已經不再有鮮明的 個人的特質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的一個訊號 這種訊號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話 他相當有可能在未來的 即使他參選 他參選一定會影響到選舉 但是他參選當選例就越來越低了 甚至一定會比民進黨的更低 這個是在2006年的時候的 那個時候台北市市長的選舉 宋楚瑜的情況是一樣的 因為你看在2000年的時候 宋楚瑜那時候的聲望還是很高 就是虛然敗選 但聲望很高 到了2004年的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跟連戰搭配 然後跟陳水扁他們這樣競爭的時候 那麼再怎麼樣也打得只差幾萬票 聲望還是不低 可是一旦到了再過兩年不到 再過兩年 2006年的市長選舉的時候 郝龍斌跟謝長廷還有宋楚瑜 可是你看當這兩邊 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他一旦被邊緣化 到最後的氣保就出現了 最後只拿了五六萬票 那是敗得非常的慘 所以如果說一旦 柯文哲的這種特質一直在消失 因為他的特質跟韓國瑜是有相同 可是韓國瑜的特質又比他更強 韓國瑜的特質又比他更強 講話更直接 更直率 更坦白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原來柯文哲直接講話 坦白的這種個性 被韓國瑜整個搶光了以後 他變成他的這個個性不鮮明了 不鮮明了以後你可以看到 他慢慢的一直在被邊緣 柯文哲如果最終 他要想辦法去擠進去的時候 他被邊緣的可能性越大 可是如果一旦發展成為藍綠對決的話 對藍綠絕對不利 當時韓國瑜他之所以能夠贏 把這個這麼藍這麼藍的高雄 這麼綠這麼綠的高雄打敗 就是因為韓國瑜 一直降低藍綠對決 然後他一直擁抱無色覺醒 也就是擁抱中間的選民 本來謝榮介這一次裡面 或是跟台北的政事委 其實如果那時候把藍綠一直壓下來 然後他們一直擴大中間選民 深綠的不會覺得是藍綠對決 那種敵意感不會大的時候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韓國瑜效益跟謝榮介的效益 整個相乘一加起來 我覺得是可以打下來 結果民進黨在操作 藍綠對決的時候 國民黨上當了 因為一直把韓國瑜往藍的拉 一直把韓國瑜往藍的拉 韓國瑜變成國民黨的代言人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整個藍綠對抗的時候 激起了綠營的這種緊張意識的敵意了 我們就看到了回到了傳統的 所以謝榮介敗得很冤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錯誤 因此如果2020年的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如果想要當選的話 國民黨就不要再去操作藍綠對決 應該放手讓韓國瑜 以這種抓中間選民 降低藍綠對決 無色覺醒的這股力量 我覺得才有可能痛擊民進黨 但是如果國民黨的 這一些立法委員又要去搶 然後搶來搶去的時候 又變成藍營的立法委員 跟韓國瑜結合在一起 韓國瑜又變成 這樣的一個藍營的代表 你看這兩份民調就是這樣 對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操作的話 對於韓國瑜 一模一樣 上面這兩份民調 就跟我當時選舉一模一樣 對 後來柯P被棄的時候 整個對決就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國民黨 要很注意到大戰略 一旦發生錯誤的時候 那就會全共進去 還是國民黨現在想辦法 稍微挺一下柯文哲 讓柯文哲撐住 不是 不是這意思 而是說不要去打回 傳統的藍綠對決 我覺得擁抱中間選民 是很重要的 我們看到了剛剛提到的 有關於徵召的黨的處理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認為政治協商 還是有必要 也就是說民進黨也在進入協商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也要進入協商 如果以現有的王金平跟朱立倫 他們要去跟民進黨 或是跟柯文哲PK的話 他們的當選力都往下降 而且當選力很低的情形下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定義 是艱困選區了 一旦定義是艱困選區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黨中央就要介入了 這個部分裡面 就可以啟動徵召治 政治有的時候要妥協 我也感覺到 王金平可能會有委屈 朱立倫也可能會覺得有委屈 但是國民黨的基層 好想贏得2020年的選舉 台灣廣大的無色覺醒的民眾 也好想在2020年的時候翻天 賴教授不愧是藍軍的諸葛亮 他在對藍軍拿出他的緊張妙境 不過我覺得柯文哲是活該 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核心價值 他就是投機就對了 我認為假的爭不了 柯文哲就是這樣 韓國瑜真的假不了 你把韓國瑜的血液抽出來 就是藍色的 所以這個也不必什麼無色覺醒 吳敦義的那一個 他說來徵召式初選也對你 這個可以得諾佩爾獎 因為你如果純徵召 國民黨朱王位不服 富於頑抗 那要初選 那個韓國瑜又不願意表態 所以最好徵召初選 就是說國民黨你既然總統大位 你的這個提名 你是要比武招輕了 可是你公主喜愛的這個韓國瑜 他硬是不上擂台 那怎麼辦 徵召他來 徵召他上擂台 比劃兩下 不過秀琳 我是覺得說 比劃一番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也讓韓國瑜下得了台說 他也是畢竟 也是經過比較不下 其實我跟事件稍微有點一樣 國民黨黨主席 既然是黨的最高領導者 他應該下來 趕快來解決這一個問題的存在 你就不要一直放話就是了 對 剛才有一個叫國民黨人士 不管有沒有這個國民黨人士 我覺得吳敦義主席 盡快到高雄 跟韓國瑜市長 至少做個溝通